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审的判决结果 那高景提出的像治疗费 检查费这些诉求呢 法官都是没有来认定的 但是考虑到呢 高景受到这个心理伤害 那法院判处被告 也就是他的哥哥和嫂子 赔偿高景是两万元 两万元 高景呢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 他不接受的 于是呢在丹东的中院又提起了诉讼 这样我们继续往下看 高景没有接受两万元精神赔偿 继续把哥嫂告上法院 渐渐的两家人形同陌路 我就洗衣盘盘给我手续道歉花 我主动给她打电话 我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她说不该我 跟我没有关系 你要养高就娶高去 在庭上 哥哥嫂子称 这是为了妹妹和老人的健康考虑 才进行的善意欺骗 当时临近新年 如果实话实说 不仅妹妹受不了 八十多岁的父母也很难接受 他们是为了让全家能安心过个好年 才出此下策 我以为是觉得是 一个是贪图我爸妈财产 一个是为了他卖点保健品 挣点钱 就是你吃点这个东西 让他这样抵抗力 就可以了 他现在就是说是 还要善意点 我为老人想 再疑的话 我们全家都不知道 两年 从我到一把年 知道我有癌症这期间 我们全家谁都不知道 我有癌症 从老到小 让高进更难以接受的是 知道自己患癌之后 哥嫂不但没有告知病情 还卖给自己很多保健品 如果自己当时知道真是病情 他肯定不会买这些保健品 既浪费金钱又耽误病情 我不吃保健品了 光我爱你吃癌症 我你嘴说 我是癌症 我心吗 如果我继续吃的保健品 他不会说 另外 高进对哥哥故意耽误自己病情 还有一种揣度 哥哥曾经做过公证 说自己不再继承父母的财产 如果高进在父母之前病故 那么哥哥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拿到父母的财产 记者试图联系本案的被告 高进的哥嫂 对方拒绝了采访要求 喂 喂 您好 那个我是聊天电视台的记者 您是那个 怎么回事 那个我们电视台呢 了解到就是您跟 妹妹有一些小误会啊 或者小摩擦呀 然后 那法律一把 立于准则 你就从法律上找就行了 我拒绝采访 我们呢也梳理了一下 这个案件的前后经过 从2016年发现到2018年 发现这个又严重的 这一段时间里 哥哥嫂子到底为什么 来隐瞒她的病情呢 给出的论断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哥哥嫂子想卖给自己保健品 挣点钱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哥哥 还是想继承父母的这些财产啊 那对于说哥哥嫂子想给自己 卖保健品挣点钱这事 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老师 大家怎么看这个情况 老年人很多人他们也没啥 这个包子百病 这什么东西你吃了好 但老人为什么会这么想 是因为别人给他洗脑 那他这哥哥和嫂子 是不是也这种情况呢 因为他可能 我妹妹得癌症了 癌症是不治之症 这个药可能是包子百病 人家某某都说了 可能好 我就觉得哥哥嫂子 用一句话老百姓说的话 多损了 销售的时候有说包子百病 你可以相信 你正常人你去保健 去提高免疫力都可以 你拿你自己做实验 你不是吃保健品 你去向自己生了病的妹妹 得癌症的妹妹 去销售保健品 然后拿人家生命去做实验 如果实验成功了 他以后有业绩了 会说看着没我亲妹妹 以前得癌症了 不知道就吃我这个保健品 治好了 可是没治好 像妹妹这样的 最后都做了这种手术了 咱说现在还有命呢 要没命那天 他能负责吗 保健品厂家能负责吗 他是被保健品洗脑了吗 他就被钱洗脑了 召集挣钱 说哥哥就赚他的钱 这点我确实不敢勾托 因为你 有完老师说的 我能理解 因为他站在你科学的理解角度上 那他们认证水平低低的人 他迷信呢 就迷信皮肺和保健品 一得了这种癌症大病了 他们认为不自治症 首先第一件事干啥 不是找医院看病去 找偏方汇集基因 包括这种保健品 在他们眼里也相当于偏方一样